土斯托洛夫斯基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 我看过他的《罪以滑》 我每次看过就是对我心里的一个折磨 因为我是一个多多上感的人 我是一个很帅的人 我是一个高智商的人 然后经常被这个土斯托洛夫斯基有折磨的 实际活来的 有一类作家就是让人又爱又恨 就是把他的内心有多么强硬呢 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我每次读完他的书 我都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读完《罪以滑》 然后对人性有基本的了解 实际上你了解人性的病女 事业是非常有帮助 不管是你做历史研究 还是不做历史研究 还是跟你的家人相处 你要了解为什么一个大学生会走上犯罪道路 他心里怎么想的 他对每个人他真的是坏人吗 这些概念一旦还原到真实的场景之后 我们现在总是看到一些新闻 然后对一些杀人犯咬牙切齿 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认识这些人 并不了解他们为什么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看到胡旦的大学 有个投毒案的有个孩子 他把另外一个同学给投毒弄死了 假如你单纯的看这个新闻 你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没有人性 仅仅是因为吵架就把对方给弄死了 但实际上假如这个同学就生活在你身边 你每天都能感触到他 你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 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不会认为他不是人了 尝试去理解 在当年因为我看了这本书 年龄实在太小了 那么 我知道 那么啥 那么 谢谢 那么 让我看这贝能家就在喝点宫了 然后呢 那么 你还能不能给养个人了